24933 到明星教授 10月3号快点来 然后呢 不会离开 我刚刚说一下 10月3号就来 星期天的这个音乐会 做了什么样的 会做什么样的特别的表演 呈现给新加坡的歌迷 那这次的音乐会呢 我想 因为这次第一次来 也很短暂 我也希望说 把这短暂的时间 做成一个 让大家一个美好的会议 所以音乐会呢 我会唱五首歌 有跳舞啊 有情歌啊 我也希望说 能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时间 能多一点 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来接触 嗯 朋友希望做一个大party 开开心心的就好 所以整个音乐会的构思 其实韩庚也有 就是有些意见啊 然后会提出来 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得等到 我走开的时候会 才会要求 OK 所以就明天会去 明天后天啊 明天是一个签手会 明天下午 对 好 哇 我真的觉得不简单 因为可以感觉出 今天韩庚 可能体力啊 就有受到考验了 对不对 刚一进来的时候 会觉得 怎么办呢 还要撑到星期天 会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次还比较轻松一些 轻松啊 哎 他觉得很轻松 可以继续的 对 叫他做多一点彩排 一点活动 如果你要去台湾的话 那就 为什么呢 是因为 很多那个节目吗 还是 有很多节目 电台啊 电视台 一天六七个 然后歌迷会不会比较 比新加坡疯狂 还是 其实还好 差不多 嗯 都还差不多 但是 好多歌迷呢 每次的娱乐节目 会录节目 他们都会 差不多会在场 对 会不会现在不习惯呢 就是说以前可能 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大家可以分着去 讲话啦 或者是 回答一些问题 现在 从08年开始就跟现在差不多 因为08年 我带了六个兄弟 确实很多人不会讲中文的 这还是你要当发音员 对 就不管以前或现在呢 其实 所以已经训练有素了 对 改变期就没有很大 OK 所以再说一遍呢 星期天10月3号 晚上7点30分 在Aspinate Concert号那边 如果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上网到 www.cystic.com.sg 或者也可以播 CYSTIC的订票 热线63485555 是 你要把所有的那个力量 都带去那一天的表演 对 然后如果看到昆华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起跟着 International 让我们去一直跳 请问那个舞步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他们不是 是我的头发 你知道吗 还能刚跳 当然就比较帅啊 我跳算什么 他一直在笑 你不要这么说 所以呢 我们在台下的人呢 就是尽情的看表演 然后 你不要 你不要做前排了啦 因为你这样子 然后韩哥会笑 不是 我会挡到后面的歌迷 所以我还是做到后面 比较好 没有 你要在前面 要带领歌迷的话 可是会不会让你笑长 如果看到他那么滑稽 不会了 因为你在舞台上 请问你用滑稽来形容 意思是 我已经很善良了 我没有用其他的形容词 好不好 韩哥应该看我也觉得太滑稽 没有 等下 我还变成表演的一部分 不要带着我 不要带着我 那边是韩哥的 OK 10月3号 有很多朋友都通过SMS 不断地传简讯过来 然后要韩哥加油 说很爱你 要传到他们爱的讯息 好 谢谢他们 还有什么话 要对新加坡的歌迷朋友说 这段时间正好听说要考试嘛 希望说大家能考一个好成绩 今天是儿童节 也是正好我们的国庆节 10月1号国庆节 韩哥都心疼你们的笔记本了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韩哥上的节目 祝你演出非常的成功 谢谢韩哥 谢谢 也是韩哥演出的